那么半年货呢 一定会买到糖果跟饼干 在平东就有一家老字号的饼干工厂 说到半年货 平东人一定会来这一家 它的价格呢 经济实惠 而且好多怀旧的零嘴 每一年到了过年的时候 都是大排长龙 另外还有人是特别从高雄来 大家是一辆接着一辆 用这个车子来扫货 而结账区也涌入了不少顾客 他们就怕春节的时候抢不到 现在是赶紧来买 民众有入店里面 把通道挤得满满满 赶快来买您货 看到喜欢了就往袋子里面塞 货架上琳琅满目的商品 有糖果 饼干 零食 大家拿完一包再拿一包 因为怎么买都划算 我们以前就 因为您都来这 因为快过年了 快过年了 如果再不发年 到了另外一边仓库区 大家更是抢翻天 货品把推车塞爆 一台接着一台 大家疯狂扫货 从高雄来 从高雄来这边 这边为什么高雄没有吗 有啊 这里便宜了 老板又好啊 大批花 价钱比较便宜 把战利品往车上塞 还有人提着大包小包大丰收 屏东万丹这一间四十年老字号的饼干工厂 靠着零食种类多价格实惠 每到年节期间就会大爆满 柜台结账更是忙翻天 都有人来买呢 有啦 这里多年了 四十几年而已 农历春节就快到了 不少人都来这里搜刮年货 就怕晚了一步 少了许多选择 华视新闻周梦翰评论报道 哈喽 我是郑雅芳 想要厂线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 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